灯红酒绿纸醉精密下有多少痴男怨女 一个身负仇恨的怨女 遇到一个被债所逼的痴男将擦出怎样的谎话 这个特殊的场所又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K是某高校 天知道作为一新时代的大学生 韩涛怎么就会对着这种招聘广告出神 高薪成品后面的内容你懂的 但凡不是村网通只要瞥眼后面的文字 就知道这种广告和那种重金球子的电线杆广告 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说有区别就是这招聘的主体 从老公无能的白富美变成了一家会馆 当地很明的会馆 鬼使神差的韩涛竟然一边看着手中的小广告 在那里做起了白日梦 韩涛你不是吧 这是想去会馆当 当恩亨当我没说反正你懂的 一个宿舍的损友 看韩涛的样子你一言他一语地调侃着 本来同学间开个玩笑罢了下一秒却变了位 宿舍里住了堪称本世纪最佳损友的家伙准确地说 这个叫李来的人不可能成为这些人的朋友 大家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李来虽然没有嚣张到 交朋友从来不看对方有没有钱的地步 但是不可否认李来的家里是真的有钱 这样说也不对 确切地说李来这家伙是真的家里有矿 至于李来这种人 为什么没有就读富二代扎堆的学校 而来到这所普普通通的高校各种原因天知道 李来叼着一支烟 喷云土雾反正他交了罚款而且是包年的 就算是他把宿舍点着了都没人管有钱任性 普李来轻蔑地向韩涛吐了一个烟圈 你们不懂没钱的痛苦穷人想快速翻身 又不想杀人放火 好像只能去这种地方捞一个机会了 李来的话难听到几点 同一宿舍的几个人谁家也不富裕 但是真说条件差到像韩涛这样的还真没有 至少其他几个同学哪怕学费东凑西见 还没至于像韩涛这样 韩涛能顺利就读全靠了姐姐结婚要了些彩礼 是姐姐韩思主动站出来的 等于说是姐姐主动把自己卖了供韩涛读书 韩涛对有些事特别的敏感歌之之 韩涛双拳紧握四目如电 去你XX你再说一遍 韩涛出手一拳正好对到李来的下巴上啊 中招的李来指啊了一声接着吐出一颗门牙 再也无法发声韩涛这一拳把他打的下巴脱臼了 同学们当时就傻了 李来表情痛苦地推门冲向医务室的方向 这个家伙看起来人高马大一米八几的个头 平时又很嚣张 但是遇到真章的时候他也会怂 李来虽然没有当场放狠话 事实上他也放不出狠话 其他同学却露出担心的表情 韩涛你真把这家伙打了 虽然你打他挺解气的 但是这家伙家里有矿 你贪大事了 这时睡在上铺的一个家伙侧了下身子 我一直在睡觉可什么都没参与 一会儿你们都得作证 有人自己作死也别连累我呀 一个宿舍就是小江湖什么样的人都有 韩涛这时候也傻在原地 他当然知道惹上李来这种人的下场 事到如今除了面对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是我干的 话音财落李来嚣张的声音响起 跟在他身后的除了一伙跟班小弟以外 还有学校的老师 李来只是普通的脱臼到医务室简单处理一下 除了打掉的门牙安不回去 一切恢复如初 韩涛你说这是咋办吧 我也不为难你 这段时间的医药费营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 限你七天凑起李来脸上露出一抹音质 要是凑不上的话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李来吃定了韩涛拿不出钱 那时候随便找人把他弄残弄废 没人会说什么 在李来的眼中他要的钱不多 你不会觉得打我一拳五万块钱很多吧 一边说着李来得意地看了一眼脚上的鞋子 一双鞋子的钱而已 当然你如果我要的赔偿多了可以选择报警 听听警察来了怎么说 我可是本着宁视吸人的态度想解决问题 是你报警呢 还是我来李来此时变成了要挟 韩涛很害怕 他十分珍惜这得来不义的机会 这件事情一旦警方介入兴致就变了 他岂可能被学校开除我好 我答应你七天内把五万块钱如数赔给你 但是你要说话算话李来森森冷笑 你这穷逼路色别做无谓地挣扎了 被彻底逼上梁山 去兰桥会馆当所谓的服务生是唯一选择 韩涛迈不出门 他做出惊人决定去兰桥会馆面试 等到了会馆门外 韩涛心中一阵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要莫的 韩涛嘴角露出一抹自嘲 哎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我堂堂一个大学生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韩涛小声的嘀咕被门口的人听见了学生 还真别说果然是细皮嫩肉的 哎 现在男学生也这么虚荣了吗 你进去吧 到里面找一个叫琪姐的人 说着外面这人掏出了对讲机 对着里面说了起来 联系琪姐外面来了个学生面试 韩涛迈不进了里面 才进里面映入眼帘的全是金碧辉煌 因为第一次来 韩涛进门以后更像一个傻小子一样 哟 这是来了个厨啊 过来一下让姐瞅瞅这小模样 里面打扮花枝招展的女人 言语间充满了挑逗 韩涛一阵不适 感觉自己的胃在抗议 她强忍着没有吐出来 韩涛这时很想退出去 这地方真不是她该来的 但是又想到真要退出 这个门口七天后怎么办 李来一旦报复起来 找人把她打残打伤都是小事 她会不会对自己家人下手 有钱能使鬼推磨 李来这种人 有的是办法打听到她家人的住处 韩涛强忍着各种不适 总算是见到了琪姐 琪姐是这里的负责人 她长得很漂亮 虽然穿着也显得有些暴露 离起外面的女人 却少了风尘气息 怎么说呢 如果不是在会馆这种地方遇到她 她往大街上一站 一定会成为迷倒一众男人的女神 气质这东西有时与生俱来 韩涛虽然只是学生 但是作为成年人 第一眼看到琪姐 还是感受到她身上的与众不同 那个琪琪姐 我叫韩涛是来面试的 琪姐端坐在那里 两腿很自然地搭在一起 晃动手中的酒杯 一边晃动酒杯 琪姐抿了一口 嗯 你的身高长相算是过关了 但这只是第一个硬性条件 这位小弟弟 你给姐姐展示一下酒量 要是没有足够的酒量 你做不了这份工作 韩涛以前还是喝一些酒的 但是喝的酒 都是村头那种十来块钱的散酒 除此以外 她喝过最高级的酒 就是三块一瓶的绿瓶啤酒 她只在一些饮食中 见过有钱人喝的红酒 韩涛很诚实 琪姐我没过红酒 以前在老家时喝过几次白酒 韩涛说的白酒 和这种高档会馆所指的白酒 并不一样来会馆消费 根本不会有客人 会喝韩涛口中所谓的白酒 这里的白酒特指葡萄酒中的干白 通常来说 干白的度数要高出红葡萄酒一半 酒精度最高能达到18度左右 这也意味着干白的后劲更大一些 韩涛完全不懂这些 但是琪姐身为这里的负责人哪能不知 小弟弟如果你跟客人喝白酒的话 会很吃亏 韩涛这时候听误会了 琪姐的意思我喝啤酒就没事了 琪姐扑吃一下 呵呵看来还真是个厨 韩涛是第二次听到有人当面喊她为厨 她对这个字很不喜欢 即便没出入过这种地方 受一些影视剧影响 她也知道这个字代表什么 更知道有些客人 就好这一口 才恢复一点的胃部又忍不住翻江倒海 琪琪看来你对这个称呼很敏感 琪姐是什么人 每天要面对不同的客人 见多识广韩涛那点小心思 她怎能看不出来 想到我这样工作 你得学会适应 能适应这一条 并不在硬性规定之内 这样吧让我见识一下你的酒量 把这杯酒喝了过半个小时后 我看看你的反应 要是符合要求的话 第二条姐就算你马马虎虎过关了 琪姐将面前的杯子倒满很满 高脚杯看起来不大 但是真往里倒酒的时候 韩涛才发现 这一杯几乎能装下一瓶 琪姐一边把酒杯推过一边解释 这种杯呢叫做黑心杯 有些客人整人的时候 会特意挑选这种杯子 作为学生的你 应该明白 这种中间更接近球形的杯子 很能成的 至于为什么管它叫黑心杯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 人心有时候也像这杯子一样 不是吗 琪姐后面的话 除了透着沧桑以外 更如同看透了 世太炎良般的冷静 韩涛从外表看不出 琪姐的年纪 在她眼里 琪姐应该三十岁左右 这种事情谁知道呢 女人一旦化了精致的妆容后 五六十岁的半老徐娘 都敢说自己是青春美少女 韩涛家庭条件虽然不好 但是她也不是 活在村网通当中 莫名其妙的 韩涛心中竟由人而生 想八卦琪姐的真实年龄 咕噜 韩涛本能一般喉结如冻着 口水已经咽了下去 这一举动 韩涛无比尴尬 她不是那种龌龊的人 更何况就算 争处于男人本性 面前的琪姐 比她大的一定不止三五岁 姐弟恋虽然流行 但是韩涛不是那样的人 该死我该不会是 韩涛为自己莫名出现的反应 深深自责 琪姐这时笑盈盈地看了过来 看来你还算个正常男生 我在这里负责有十来年了 不管像你这么大的男生 还是没那方面能力的老头子 见了我就没有不产生反应的 对我没有一丁点感觉的 你猜是什么人 有情提醒一下 这人是小说当中塑造的江湖人物 琪姐为了让韩涛不紧张 她竟然跟韩涛猜起了谜语 韩涛这会儿并不适应 就在那里捂着 琪姐嬉嬉一声 小弟弟你别紧张嘛 这里其实也没你想的那样可怕 好了姐姐就不逗你完了 现在我来宣布答案好了 这个江湖人物 当然是东方不败呀 嬉嬉 韩涛并没觉得琪姐说的有多好笑 却不得不承认琪姐的样子 真的是那种连女人见了 也忍不住多看两眼那种 美确实很美 韩涛想不明白 就凭琪的底子 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 她完全可以凭借自身优势 混别的圈子 比如演艺圈 虽然这个圈子也很乱 但是至少不会被人背后指指点点 甚至还会有一些人 满心地羡慕和嫉妒 韩涛正心中杂七杂八地想着 琪姐起身 小弟弟我们言归正传 你当着姐姐的面 把她喝了我半小时候过来 我现在已经很温柔了 真要打算在我这儿干 你这么磨叽的话 被人强惯时可没这种待遇 所以姐姐作为过来人 给你一个忠告 就是喝酒要主动 琪姐的话有点长 同时包含了 这就亲自传授惊难的意味 韩涛隐约觉得 琪姐想把她留下 一边端起酒杯 韩涛不自主地心中露出担心 她不会想把养成小白脸吧 那样一来我成什么人了 可是我现在转身就走的话 心中犹豫不决 韩涛咬紧牙关 还是端起了酒杯 一分前憋倒英雄汉韩涛 现在没有一丁点退路 好在红酒的度数不高 只有八度左右 韩涛孤嘟嘟地跟喝水一样 一饮而尽 琪姐大笑 哈哈 这就对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半小时会怎么样 现在的样子 够慢至少这样 能博客人开心 真希望这一关测试 你能顺利通过 琪姐说着转身离开 关门的瞬间 韩涛隐约听到外面 有人说着 有客人等的不耐烦 非琪姐亲自处理不可 韩涛坐在那里发呆 随后苦笑出声 真是没想到我韩涛 竟往后要过这样的生活 韩涛内心很抗拒 她感觉被现实QJ的体无完肤 有句说生活就像一场QJ 这话形容此时 韩涛的处境一点也不为过 时间慢慢过去 韩涛感觉有点上头 毕竟这是一瓶红酒 哪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酒的后劲有点上来了 幸幸的是 韩涛还没有醉倒 只是有点晕乎乎的 其他倒没有什么 更为特别的感觉 至少 她的思路现在还是清晰的 要是保持现在的状态 我这一关应该算是过了吧 韩涛在里面等琪姐回来 琪姐很准时说是半小时回来 刚好踩着点回的屋 小弟弟等着急了吧 你刚才在屋内听到的一些 对于会馆来说只是一些日常 我回去以后想了想 作为过来人 姐姐还是劝你一句 你可要考虑清楚 俗话说 难怕入错行 雨怕架错廊开工 可就没有回头见了 韩涛很清楚 琪姐说这些都是为她好 只是韩涛退路早都断了 琪姐你说得很对 我现在已经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琪姐听后微微愣了一下 遇到事了 你是缺钱才打算入这行的 韩涛没有隐瞒 低头咬了下嘴唇 笨 我惹了一个同学 有钱有事 要是不能限定时间赔 人家五万块钱的话 琪姐悠悠起身 五万块钱确实不多 但是听你的说法 你恐怕是拿不出来的 这样吧 这钱我替你出 然后你暂时留在我这儿 只要你在这儿挣够了五万 是去使留我绝不勉强 这种地方你真的不应该来 琪姐很爽快 甚至表现得十分仗义 转身的功夫 就在保险箱中取出五万现金 一边把现金递到韩涛手中 琪姐与带感叹 知道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我还喜欢现金吗 因为只有他们 能给我带感官和身心的双重刺激 让我感觉活着 你说你是被逼无奈 谁又何尝不是呢 有时候 我感觉像丢了灵魂 琪姐的话很伤感 韩涛猜想着 这个琪姐 想必也是有故事的人 琪姐没往深说 韩涛也不便多问 琪姐 我这算是面试通过了吗 琪姐摇头 其实以你的条件 也就身高长相符合罢了 想要真正通过面试 哪那么容易 我今天算是给你开了绿灯 琪姐给我开绿灯 韩涛追问 琪姐若有所思 并没有回答 好半天 琪姐突然开口 你今年多大 要是她还肯认我这个亲姐 应该也有你这么大了吧 韩涛听了这话 感同身受 琪姐 你选择这行 竟然也是为了弟弟 琪姐却笑了 我凭什么为了她 她都不认为我这个姐姐 我才懒得为了她 出卖自己的灵魂 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琪姐矢口否认了 韩涛却深信 琪姐在说谎 就好比她的姐姐 如果有人问起 韩涛的姐姐 也不会承认为了公弟弟念 而把自己卖了 也不知道 姐姐过得好不好 对于姐姐嫁的这个男人 韩涛不奢求别的 她能做到 不对姐姐谈话就好 人在没钱的时候 不配谈权利 能够卑微地活着 就是最大的奢望 崇高 理想 在金钱面前 什么都不是 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 韩涛的认知 有些扭曲 她也知道 她的思想带有偏激成分 可是认清现实的她 还是宣布在金钱两字面前 败下阵来 她做不到完美 也成为了完人 韩涛最大的心愿 就是可以正常的 当一回所谓的俗人 但是没钱的日子 连当俗人的机会都没有 收回思绪 韩涛显得小心翼翼 琪姐 我打个戒条吧 琪姐笑了 笑面如花 带了几分灿烂 你随意 姐姐相信你的人品 更何况只花五万块钱 就能认清一个人 挺值得 效果 琪姐如陷入某种回忆 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 如果还有重来的机会 别说五万 就算是五十万 能看清一个人 我也愿意 说着 琪姐恢复常态 显得有些高冷 一副典型的预解范 好了 今天算你第一天的试用期 我会让思思待你两天 希望你可以顺利度过 这三天试用期 这三天 你就跟着思思学习好了 琪姐掏出了对讲机 不一会儿 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 一个叫思思的女孩子进来了 进来的思思 和外面那些女人 也显得不同 她没有琪姐身上那种气质 却透出轻轻脱俗 一张精致的脸庞 不说多么漂亮 却很耐看 属于细看并不出众 但是越端详 越让人生出怜惜的那种 以韩涛的条件 还有她的年纪 根本不可能经历太多的女人 更是离乐女无数这几个字 八杆子打不着 可是就在这一刻 韩涛竟有了这种感觉 从进门的一瞬 到现在先后遇到琪姐和思思 她好像经历和看过了 很多类型的女人一般 进来的思思 打亮了一眼韩涛 随后奔了正题 帅哥既然打算在这里干 我得问问你 你是想当少爷呢 还是只当普通的服务生 思思的话 说得十分机械 如同经历封城的洗礼 少爷 我 韩涛的脸当时就红了 她明白这个所谓的少爷指的什么 她当然是拒绝的 韩涛仗红着脸 把头摇得厉害 思思抿了下嘴 行吧 那我就教你普通服务生的业务 看你腼腆的样子 还真是和我刚来的时候一样 听琪姐说 你叫韩涛是吧 现在开始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学着放开一些 在咱们这行 你越是腼腆和精识就越吃亏 你永远不知道 会遇到有什么奇葩癖好的客人 思思的话音落地 琪姐如同有意一般 起身离开 既然思思准备正式教学新人 我就不打扰 要我把门关好吗 韩涛听到这里 当时脑袋就嗡嗡一下 琪姐 咱不是说好的吗 我只做普通的服务生 琪姐没有言语 默默走了出去 哗啦啦 门外传来要是拧动的声音 门被反锁了 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 对于每个男人来说 都梦寐以求 但是现在的韩涛怕极了 她的第一次 就要这样稀里糊涂地断送掉吗 韩涛现在才真正明白和理解 一个男人主动去征服一个女人 和被动地去接受一个女人 本质上的区别 她正心中一阵担心 思思显得格外大胆和主动 把衣服脱了 韩涛虽然早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但是从未想过 就连外表看起来像思思这般清纯的女孩 都如此大胆直接 我 思思捂了下嘴 你想什么呢 我只是让你脱衣服 又没说干别的 战胜心理恐惧 做到真正放得开 你必须过这一关 快点把衣服脱了 姐姐什么男人没见过 也不怕看你这一个 韩涛听了这里 终于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被思思强迫着 跟她做那件事情就好 韩涛虽然人到了会馆 但是她的心里面 仍旧放不下心路为主的观点 这个地方很脏 哪怕思思长得很漂亮 韩涛也不愿意碰她 更何况 还是把第一次给她 虽然松了口气 韩涛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自己真要光溜溜地站在她面前 她会不会 思思看到韩涛的样子 在边催促起来 你磨蹭什么呢 你不会以为我真喜欢吃童子鸡 像你这样缺少经验的家伙 根本不能给姐姐任何激情 姐姐我才不稀罕呢 你倒是快点啊 我一会儿还有钟呢 没义务为了带你 浪费时间 韩涛极不情愿地 是条条地展现在思思面前 但是紧张的她 还是顺势站在桌子后面 把关键部分挡了起来 思思对韩涛的表现 有些不满意 今天就这样吧 什么时候你能表现得自然而然 这一关就算过去了 你自己在屋里练着 我去上钟了 对了 你不会以为我是这里的公主吧 和你一样 我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韩涛不会想到 这种日常 竟然只是普通的服务员 你真的不是 韩涛脱口一问 思思有些不太乐意的表情 我是什么人 跟你有关吗 要不要我跟我睡一晚 夜明正深 要不是琪姐特意关照 哪个愿意带你这种厨 你能得到琪姐的特别关心 就偷着乐吧 思思说着 抛出了电话 我是思思 现在准备上钟了 麻烦开下门 韩涛奇怪 思思放着桌上的对讲机不用 而是电话通知外头 等许久以后 她才知道 思思没有这个资格 她也没有这个资格 没人知道 为什么琪姐定下这样奇怪的规矩 而韩涛所见到的琪姐 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样 会馆的所有都怕她 非常怕她 韩涛刚到会馆 许多事情还不了解 此时 随着房门打开 韩涛意识到一件事情 显得无比慌乱 门开的一刹那 韩涛被所有人看到了 虽然挡着关键部位 她还是被曝光于人们的视野当中 完了 这次真的没脸见了人 让人奇怪的是 外面并没人对她格外注目 好像与他们无关一样 甚至当作没有看见 韩涛眼见没人关注她 迅速地穿好衣服 随后 她想联系琪姐 并提出想要回去一趟 琪姐当场拒绝 你也说了 你得罪的那个同学 给你七天时间 你现在就走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子 韩涛没想到 琪姐前后判若两人 琪姐 你不是说 琪姐大笑 这么容易就相信一个人 你果然把人心看得太过美好 放心 只要在我这儿干 并且愿意跟着我的人 我都会不会让他们吃亏 但是现在就想离开 门都没有 琪姐的目光中 闪过一丝恶狠 眨眼之间 几个身形高大 轻衣色穿着西装墨镜的男人 出现在韩涛面前 臭小子 醒来第一天就不老实 看来你是没有吃过苦头 琪姐答应的事情 从来不会食言 这个门你进来容易 想要出去 没有琪姐发话的话 韩涛仁丹利孤 他想反抗 才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要是他心中没有牵挂 大不了一命敌一命 也跟这些干到底 可是他是家中唯一的希望 父母还指着出人头地 姐姐更是盼着他早点毕业 让他变成有出息的人 韩涛一边选择妥协 内心苦笑 要是爸妈和姐姐知道 我这么出息 不知怎么想 韩涛万般无奈地 回到了被安排好的宿舍 躺在床上 他望着头顶的天花板 呆呆地出神 直到现在 他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命运跟他开这样的玩笑 哒 哒 哒 高跟鞋踩踏地板的声音 游远极近 咚咚 外面一阵敲门声 谁 开门 我是思思 韩涛听到是思思的声音 起身开门 他虽然对思思喜欢不起来 但是也知道 思思和同病相连 也不至于害他 思思进门的时候 手中拎了两瓶红酒 一瓶是干红 一瓶是干白 我们猜选怎么样 输的人要喝白酒 这么晚了 你找我喝酒 咦 你身上酒味好重 是不是喝了不少 你不能再喝了 思思完全没有理会 直接进门坐了下来 没事 反正今晚我也不走了 喝多了就是你这 韩涛吓了一跳 思思 你可别开玩笑啊 思思反问 我像是开玩笑吗 你这男人 怪有意思的 说着 思思话风一转 要不是奇姐交代 我才不愿意过来呢 为了你 我不得不辞掉一个钟 损失了一万块钱呢 只是陪着喝酒 就有一万 这行赚钱是不是很容易 韩涛一问 陪客人喝一次酒 就有一万这么多吗 思思的回答十分平静 看来 你真是没见过世面啊 一万只是最低消费罢了 像这种私人定制的场所 里面的消费 你永远想象不到 韩涛的三观被刷新了 有钱人的世界 他确实不懂 从思思的话中 韩涛认清了现状 他和这些人相差的跨度 只能以光年来计算和衡量 遥不可及 也是从这会儿开始 韩涛重新审视自己 内心深处问自己 他想要的是什么 韩涛一边思考 他听出思思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表达得非常直接 也没有任何避讳 这话里话外 只表达一层意思 他是一个喜欢钱的女孩 思思的话尽管直接 对于韩涛来说 这才叫坦诚相见 没有任何角落造作 韩涛的脸色 瞬间变得尴尬不已 你的损失 我会弥补 请相信一个男人的承诺 韩涛在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以后 完成了内心的蜕变 随后他话锋一转 既然你是来教我的 我们开始吧 我想早点赚钱 思思并没说什么 看他的样子 选择了接受韩涛的提议 至于他为什么姓韩涛的话 他也不知道 他仅仅是觉得 眼前这个人可信 那好 我们现在开始 说着 他十分麻利的打开两瓶红酒 随着酒瓶开启 思思不由分说的 把他们倒入杯中 不多不少 每个杯子正好装一瓶 等到好了酒 思思语气 显得不紧不慢 先让酒在杯中醒一会 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吃点东西 不然怕你扛不住 至于提前喝解酒瓶 偶尔可以 不能每天都这样 不然很伤身体 一边说着 思思打电话给前台 要了一个果盘 只是一个果盘而已 就不跟你记账了 算我请客 很显然 思思对于损失的一万块钱 依旧在意 韩涛的心里一阵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 有人送来一个果盘 却不是想象中的那样 盘中只有一样 勉强算作水果的西红柿 这 韩涛脸路不解 思思跟韩涛解释各种原因 喝酒前吃点东西 能让胃里没那么空 保证你吐的时候 不至于把胃液吐出来 另外西红柿这东西 里面富含的一些之类的 唉 太专业性的术语我也不懂 总之 这东西被人体吸收以后 能在血液中起作用 中和掉一部分酒精就对了 韩涛这才知道 这里面还有这样的门道 你是说 每次要喝到吐 思思苦笑 你真以前这么好赚 能做到三五瓶以后再去吐 需要训练好酒 另外你还要学会闭嘴 不该说的不说 这样就不会给自己惹麻烦 他不厌其烦地给韩涛传授起了经验 随着深入了解 韩涛问思思 思思姐 如果一直保持沉默 会不会有些客人 会感觉受到冷落和怠慢 思思问了一声 这是自然的 所以当你不说话时 又怕怠慢客人时 就得自己给自己灌酒 记住 客人精力不及中时 你喝酒要勤 口要小 给客人错觉 你喝了很多 合理的淘酒 保证自己可多 喝多了会怎样 韩涛追问 思思感慨一声 你觉得呢 有些事情 不分男女 就好像男人当中有 EOSP 思思没再往下说 韩涛却听懂了一切 来这儿的 都是有钱人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那时候就算齐姐 也怕照不住 尽管会馆有规矩 普通的服务生和服务员 只初衷不出台 可是真有客人坏了规矩 齐姐总不能跟财神爷翻脸 齐姐在这个圈子混得很开 据说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是很少 不代表没有 你懂我的意思 思思讲到这里 特意对韩涛强调 韩涛听后 当时倒吸一口凉气 怪不得齐姐 似乎对我的酒量 不太满意 我要认真练习的话 要几天才能达到 思思姐说的那样 思思听后大笑 几天 你真为这是几天 就可以练成 我练成现在的样子 不算最快 也不算最慢 大概是训练了大半年时间 你想几天就练出这种水平 韩涛彻底死心 两人一边聊天 并简单地吃点东西后 那边的酒也醒好了 这时候进入猜拳环节 很不幸 韩涛输了 按约定 他必须喝度数 更高一些的甘白 才端起酒杯 思思跟他换了杯了 算了 我用作弊的手法 赢得也不光彩 跟你换一下吧 哎 和你这样的帅哥 喝浇杯酒 还是头一回呢 嘻嘻 韩涛一阵无语 大姐 你不是吧 这也算浇杯酒 不算吗 难道我们没有交换过 韩涛对于这个理由 实在无法反驳 你说算就算吧 一边说着 反手抢过 本属于自己的杯子 愿赌服输 毕竟我是男人 如果思思姐觉得过意不去 可不可教我猜拳长赢的方法 思思这时眼神微动 没看出来 你还挺爷们的 虽然离爷们的年纪 差了一丢丢 看在你那么诚心的份上 就交给你吧 有些事情 一旦说破 就如同一层窗户纸 思思说的这个方法 虽然做不到每次都赢 但是只要经过不断训练 掌握了察言观色 以奶力用好诱导 赢的概率 成达到80% 能有这样的概率不低了 十次能赢八次的方法 韩涛当然要认真记下 一晚上的时间 韩涛不但初步学会了 如果揣摩对方心理 更是在思思的教导下 学会了喝慢酒 凌晨两三点钟 韩涛才显得意犹未尽 有钱人果然是会享受 现在我才明白 为什么说红酒这东西得慢慢品 还真是越咋嘛 越有那个味道 韩涛学得很快 思思这时脸色飞红 看来 你除了性格腼腆以外 其他方面学得都挺快 不愧是大学生 只可惜我这辈子 都没机会体会大学校园生活了 韩涛忙问 怎么 是没考上 还是家里住男轻女 思思只是摇头 如陷入某种痛苦的回忆 你别问了 总之你说的这两样都不是 我 思思脸上的表情 愈加痛苦不堪 韩涛没想到 说到她的伤心处 当即流露歉意 对不起 我不该提这些 思思缓了缓神情 没关系 有些事都过去了 接着 她借着酒力 说出了那段心酸往事 她来这家会馆 只有一个目的 报仇 她报仇的对象 叫做陈大和 是市里出了名的富商 全是滔天 本来这个叫陈大和的男人 他和思思 按说不会有交集 偏偏命运动人 有一次 陈大和带人到乡下 考察一个项目 回城的途中 正好看到了放学后 走在路上的思思 纳惠尔思思还读初中 陈大和开始的时候 还算仁义 至少他没打算上来就用墙 而是选择上门提亲 像这种荒唐的事情 想想就不可能 陈大和本身的年纪 比思思父母还要大 别说思思不会同意 他的父母也绝不会答应 没有哪个父母 会把自己的儿女 主动往火坑里推 思思讲到这儿 已经泣不成声 后来我父母豁出一切 也要告到他 但是结果你应该知道了 韩涛听一阵唏嘘 许多事情 韩涛真的能感同身受 至于思思说 他没有机会 进入他向往的大学生活 不用问也知道怎么回事 他家没有告到 这个陈大和不说 思思的前程也跟着毁了 韩涛咬牙切齿 这仇 得报 语气劣顿 韩涛问思思 这么说 你来这儿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找到仇人 思思是干眼泪 是 只是我没想到 陈大和一次也没来过这里 而我却没有回头的机会 尽管我一直以来 都在这里 当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坏 随着深人交谈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 越聊越紧 隐约间 两人竟有了莫名的感觉 呼的 思思起身 脸上的笑容有些苦涩 也许 我们不该在错误的时间相遇 往后 我们还是保持同事关系吧 看在我教过你的份上 你教我一声老师 不过分吧 韩涛听出弦外之音 好 那我送你 思思老师 韩涛看似答应了请求 心里却格外的难受 那感觉没有精力 根本无法形容 陈大和这样的LSP 他怎么可能一次也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这背后的事情 恐怕没这么简单 能帮思思多打听一些 这LSP的消息 也不枉我们相识一场 作为身处同一阶层的人 这个忙 韩涛没理由不帮 至于这段才冒出一点火星 就被扑灭的所谓情感 就当成人生的一种经历吧 韩涛在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以后 感觉自己一夜之间 竟然成熟了许多 也许这里 并没我想的那么不堪 至少他让我真正的成长起来 韩涛这样自我安慰着 并强迫自己 要更快的适应这里的生活 齐姐跟他讲好了 要三天的试用期 韩涛却等不了三天 如果非找一个理由 就当成为了思思好了 天才亮 韩涛简单休息一会儿 就过去找齐姐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这才几点 就过来打扰齐姐 下午再来吧 韩涛被一通数落 没有见到齐姐 正往回走的时候 因为有心事 并没有注意 对面有一个女人迎面向他走来 砰 两人正好撞了个满怀 你有病吧 走路不长眼睛 被撞的女人 一阵骂骂咧咧 大清早的遇见你这个倒霉蛋 真会气 随后女人朝地上催了一口 随着她的吵闹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众人纷纷指着韩涛的鼻子 心来的 你胆子够大的 连咱们的燕姐也敢撞 立刻 马上 给燕姐道歉 道歉就完事了嘛 像这种心来的 在燕姐面前 应该先学会什么叫跪舔 人群不断起哄 说的话也越来越难听 他们说跪舔 可是认真的 而且是真的要让人去舔 这个叫燕姐的女人 见所有人都站在她的一边 变得趾高气扬 将群体一撩 一只脚踩在凳子上面 来吧 把老娘的鞋子舔干净 放过你 老娘知道你是 奇姐开绿灯才进来的小白脸 那又怎么样 就算她来了你小子 照样得舔 讲燕姐的女人 她的行为 彻底激怒韩涛 韩涛不得已才进了会馆 本来内心就有某种抗拒 这会儿被她骂成小白脸不说 还要舔这个妖眼女人的鞋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舔你M 韩涛抱了粗口 这一抱粗口不要紧 事态变得更加严重 她才这里不久 并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后台很硬 别看奇姐是这里直接负责 却并非真正的股东 她拥有股份 却不多 这个女人的后台 可是三大股东之一的合眼 人群当中 有人惊呼 这小子疯了吧 连和爷力捧的燕姐 她也敢骂 这次只怕奇姐也照不住这小子了 哎 有好戏看了 啪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时 韩涛一个嘴巴抽到燕姐脸上 人群瞠目结舌 无人想到 韩涛一个新来的 竟然当众长官和爷力手捧起来的女人 燕姐当时一个猎且 差点摔倒在地上 随后捂着脸 你打我 很好 晚上到我房间 让姐姐开开洋婚 姐姐好久没有这样享受 原本错愕的人们 更加不可思议 坏了 今晚有着小白脸瘦的了 哎 燕姐的老毛病又犯了 韩涛这时 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早听说过 因为某种人尽皆知的原因 有些人有虐待倾向 而这个虐待还是双向的 等琪姐闻声赶来时 已经迟了 韩涛 你被开除了 对于琪姐来说 她能帮到韩涛的 只有这么多 她想凝视西人 燕姐这个女人 她确实要给三分面子 谁让她背后站的人 是最大股东陈大和呢 陈大和 李东妮 黄泰 是这里的三大股东 其中陈大和占有40%的股份 而李东妮和黄泰 加起来的股份 才勉强达到这个战柄 至于琪姐 她仅仅占有10%而已 哪怕她早看这个女人不顺眼 但是没有陈大和点头首肯 恐怕也很难开除她 这世界有时候真的很小 韩涛一心想帮思思打听消息 她想尽快帮思思打听出 陈大和的消息 结果毁了思思的这个人 竟然是这里最大的股东 更让韩涛想不到的是 琪姐这种说一不二的人 也有怕的人 甚至想把她开除 韩涛无法想象 人们口中说的这位和爷 到底是何方神圣 琪姐 我 听不清我的话吗 现在收拾东西 滚蛋 至于你借的五万块钱 不用还了 滚呐 韩涛并不知道 她面试韩涛时 就不想韩涛进来 这地方不是她该来的 这里是会馆 也是另外一个江湖 根本不是韩涛这种 涉事未深的人 应该来的地方 琪姐的表情十分决绝 她生怕下一秒 韩涛想要离开都没有机会 陈大和固然不会第一时间赶到 但是黄泰这个家伙 就难说了 黄泰一直惦记着 把李东尼这个二号股提出局 她背地里早跟陈大和穿了一条裤子 事成之后 两人平分李东尼手中的股份 是她做梦多享的事情 黄泰是打算步步为营 先把其中一个对手踢出圈外 再慢慢谋划 直到掌控整家会馆 她之所以这样看中蓝桥会馆 并不是这家会馆 能带来多少利润 而是来这里消费的人 各个部分 这年月 人脉和圈子十分重要 别人拿不下的项目 利用会馆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谭笑风声间 就轻松搞定 何乐不为 步步为营的黄泰 不会这个表现的机会 琪姐正在担心的时候 黄泰到了 慢 琪姐这是想避重就轻吗 这个新来的 她犯的错误 可不是开除就能抵消的 身为直接负责人 你还真是护犊子 只可惜这样的小白脸 前脚走人 后脚就忘了你琪姐的好 黄泰的话很冷 同时寒沙摄影的说 琪姐养小白脸 她不但惦记李东尼的股份 琪姐手中这百分之十 同样也像一块肥肉 收拾了李东尼这个女人 再把琪姐的股份弄到手 她就差不多能跟陈大和平起平坐 所以对于今天 琪姐公然护短的行为 黄泰喜闻乐见 正愁着拿捏不到琪姐的短处 她自己送上门 琪姐听出黄泰话里的敲打 黄泰 你嘴巴干净些 凡是得讲证据 你凭什么说我扬小白脸 别以为老娘不清楚你的事情 要老娘当众说破吗 琪姐一直都防着黄泰 黄泰尬笑 琪姐这样说 就没意思了 看来琪姐今天是想护独子到底 琪姐哼了一声 韩涛是我的人 如何处置 轮不到你来教我 黄泰大笑 哈哈 可是刚才琪姐不是把这人开了吗 现在我重新录用这个小子 他往后就是老子的人 既然琪姐说 你如何管手下我无权顾问 我希望你也一样 不要对我的事情 横加干涉 韩涛心中一阵说不出的滋味 他又不是商品 被人转来转去 黄老板是吧 我是活生生的人 既然找我进来的琪姐开除了我 我想我现在是自由的 黄泰孽邪了一眼 当然 门就在那里 你随时可以走 只要你能走出这个大门 韩涛已经意识到 这个门怕是出不去了 但是又不想坐以待毙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琪姐身边那几个壮汉的样子 韩涛记忆犹新 想必黄泰一声令下 站出来的人也不会太差 等一下 谁说我要走的 虽然琪姐开除了我职务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我前不久认了琪姐当干姐姐 所以我现在是来看望她的 事到如今 韩涛也只能灵机一动下 看看用这一招 能不能糊弄过去 哎 现在就看琪姐的面子 有没有这么大了 皇太老奸巨华 当然对于韩涛临时辨的谎话 实之以逼 呵呵 说谎都不用打草稿的吗 你觉得我会信你 琪姐这时战出 你信不信没关系 我信就行了 难道韩涛认干姐姐这事 还得提前跟你打招呼 小弟别怕 有姐在 琪姐的一句别怕 有姐在 让韩涛瞬间有种感动 她的亲姐姐 以前就是这样护着她 这种感觉 真的久违了 自打姐姐被迫嫁人后 她已经太久没享受过这种感觉 莫弟 韩涛内心被点燃 她是大男人 小时候被亲姐姐护着 甚至最后牺牲自己的幸福 也义无反顾 现如今 她只是临时起义 胡乱认下的干姐姐 同样站出来护她 身为大男人 却要事事都被女人护着 简直惋活 韩涛雄性荷尔蒙发作 姐 你退后 她不是说 我走不出这个门口吗 我要是做到的话 是不是往后都可以自由出入 出其不意 韩涛呼地上前 一下子扼住了皇太的脖子 她再没有力气 也胜在年轻 皇太已经人过中年 还是比不过韩涛 让你的人退后 给老子让路 然后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 以后我都可以自由进出 快啊 豁出去的韩涛 用尽全身力气 手腕用力扼得更紧 皇太被勒得 眼瞅就翻了白眼 嗨 嗨 嗨 我说 我说 你们退后 让她走 往后韩涛进出会馆 谁也不许拦着 外面 皇太手下都傻眼了 他们十分害怕韩涛 做出格的事情 站在原地 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韩涛离开会馆 非也是的逃回学校 她嘴上说着 要求来去自如 却压根没打算回来过 琪姐还有思思 对不起了 我欠你们的钱 只能往后慢慢还了 韩涛整了整衣衫 大不留心过来找李来 李来 这是赔你的钱 现在起 你我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销 李来做梦也不会想到 韩涛竟真的拿出了五万块 从来都是她嚣张的说 拿钱砸死别人 这一次却被韩涛拿钱甩到脸上 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但是她当着许多人的面 说过的话 不能不算 当然 真是识别三人 刮目相看 我怎么知道 这钱是怎么来的 韩涛冷笑 你管我怎么来的 老子一没偷二没抢 这钱你到底要不要 要是不要的话 我可捐给杉去了 李公子家里那么有钱 无所谓的 对不对 李来大笑 随意 老子就是不差钱怎么了 韩涛回到学校的第二天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这是姐姐出价前 悄悄给他买的 韩涛格外珍惜 因为平时舍不得用 更不会拿来打游戏和刷视频 手机看起来很新 低头看了一眼 是思思打来的 韩涛 我想见你 思思的这个请求 让韩涛十分为难 韩涛 我知道你很为难 我也不配 但是我真的很想见你 也许 说到这里 思思突然挂了电话 韩涛心头猛然一惊 听刚才思思电话中的语气 似乎不在状态 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尽管他心里抗拒回蓝桥会馆 但是思思有事 他又不能弃之不顾 思思在这边几乎没有朋友 那一晚的相处 跟韩涛算是说了掏心窝子的话 韩涛要是不去的话 总觉得心里面过意不去 思来想去 一番思想斗争后 韩涛还是请假出去了 前脚才出门 李来身边的小弟 看到韩涛离开 非也似的就跟李来汇报 李少猜的一点没错 这小子能拿出这么多钱 果然是去那种地方吗 李来听后放声大笑 哈哈 既然这样 招呼几个个 给咱们的好同学捧个场 到了以后 都机灵点 最好给他来一场直播 让所有人都知道 身为一名学生 竟然去那种地方做事 看他以后 还怎么有脸待在学校 韩涛还不知道 危险正一步步降临 这时 韩涛到了会馆 外面的人愣了一下 随后却竖起了大指 你小子真够有种 真敢回来 得 就冲你这言门禁 我们不为难你 韩涛那天掌官吴北燕 携成皇太的事迹 让他成了名人 事实上会馆上下 挺多人都看不惯他俩 但是都敢怒不敢言 韩涛这个行来 凭着出声牛犊不怕虎的镜头 狠狠地替他们出了口恶气 别看韩涛轻易地就进了里面 李来和他带来这几个人 可没这么幸运 站住 这里不欢迎学生 自打出了韩涛的事情 其间哪还敢在 对外公开招学生进来 而学生的身份 也决定了他们不是来这里消费的 李来平时嚣张惯了 到哪都是畅通无阻 几个意思 是不是非得在里面消费才行 这几人问我 对于学生来这找乐子消费 他们还是投意回见 不敢擅自做主 七姐 外面几个学模样的人 说是进来消费 您看 自打出了韩涛的事情 七姐听到学生二字 就形成条件反射 你们看着处理吧 别放进来就行 七姐真的怕了 正在这时候 韩涛镜子到了七姐的办公室 七姐看到韩涛 很生气 你小子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有离开的机会 这是回来作死呢 还有 外面跟来的学生 是你叫的 你小子好得不学 学会叫人了是吧 这是想砸你姐的场子来的 韩涛一脸不解 姐 我没叫人啊 七姐哼了一声 你的意思 外面的人说谎 韩涛未正清白 想亲自到外面看看 到了门口 他远远的就看到 李来领了一伙人 他当时什么都明白了 姐 这人就是我得罪过的那个家伙 他来这儿 肯定没憋好屁 自打韩涛前面来了会馆一次 他整个人变了 本来他是一名在校生 给七姐的印象 也是思思问问的 结果几天功夫 韩涛竟然张口尖 说这样粗俗的话 你小子 这种不好的事情 学得还挺快 既然他们没憋好屁 你打算怎么办 要不要姐帮忙 对付这种没出校门毛牙子 姐有的是手段 因为中间出了点插曲 两人只顾着聊里来的事情 韩涛暂时忽略了 思思那边的事情 事后想想 这件事情 韩涛还如耿在喉 他要是能早一些过去找思思 就有更多的时候相选 这会儿 他的精力被李来这帮家伙分走了 现在韩涛和李来早就撇清了 李来想要找补和报复 让他来好了 韩涛确实变了 如果换成以前 他或许还会选择妥协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不把对方打得彻底爬不起 对方只会以为自己是软狮子 好啊 姐你肯出面 当然最好 只是这样一来 我不但欠姐的钱暂时还不上 更是欠姐一个人情 琪姐白了一眼 都任我当姐了 还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你放心 姐帮你搞定这件事情 琪姐搞定李来的方法很简单 放李来他们进来 然后挑几个姑娘 好好陪他们 而这个过程 会放到网上公开 琪姐安排好了一切 韩涛这才转身去找思思 思思看韩涛到来 脸上露出激动 我 以为你嫌弃我 不会来了 能看到你真好 我决定了 这仇不报了 韩涛急了 为什么 思思不断摇头 我是真没想到 我一直找不到的陈大和 竟然是这里的最大股东 她就是何爷 思思现在才想明白一件事情 陈大和作为这里最大的股东 她想找哪个姑娘 根本不需要出现 一个电话的事 这一次陈大和现身会馆 会是因为那个叫燕姐的女人 思思得知真相后 已经知道报仇无望 她这些年 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这里出现的某个大佬身上 可以帮她报仇 现在想想 陈大和是这里的大股东 来这里的客人 哪个不是跟她关系匪浅 并有利益捆绑 甚至他们的一些小把柄 都在陈大和手中攥着 这仇还怎么报 思思讲完这些 语气当中带着忧怨 哎 既然报不了仇 这地方我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离开前 还能见到你 真好 韩涛急了 你一个人打算去哪 是在人为 这仇只要你想报 还是有机会的 思思叹息 真的吗 算了吧 像我们这种人 永远都不过像陈大和这样的人 我认命了 韩涛看到思思宿命悲观的样子 十分担心 思思 你想开谢 总会有办法的 就在这时 燕姐听说韩涛来的 气不打一出来 一旦打听 得知韩涛过来找思思 当即过来找韩涛 她仗着陈大和撑腰 现在已经身为女兵部的主管 地位仅在其解之下 韩涛 你还真有种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今天晚上到我房里 第二就是替老娘接待一个重要客人 不带韩涛做出反应 一边的思思当场惊讶 燕姐的特殊癖好 人尽皆知 而她说的重要客人 估计也不是什么货色 韩涛无论选择哪一条 只要去了都恐怕生不如死 韩涛别答应她 韩涛笑了 我也没说答应啊 还没等韩涛说完 思思那边电话响了 真这么严重吗 好 我会想办法的 让妈别着急 电话那头传来不耐烦的声音 哼 我不管 总之你想办法 明天天亮钱 错够十万块钱 当初要不是为了你的事情 咱们这个家 至于变成现在的样子吗 现在爸要做手术没钱 你别指望我能拿出多少 这个电话是思思的弟弟打来的 这些年 他恨透了有这样一个姐姐 却从来没有想过 思思一边想办法要自己报仇 他把甘致行赚到的钱 都尽可能的寄回家里面 思思终于急了 我寄给家里的钱呢 对面传来冰冷的声音 反正你来钱容易 那钱我结婚急用 都交首付了 什么样的房子 要几十万首付 思思如受累积 几十万这个数目 在她生活的小县城 都够全款买将近200平的房子了 哪来的废话 我一辈子就结一回婚 当然要在市区最好的地段买房子 谁要一辈子卧在县城啊 光当 思思手中的电话 直接掉在地上 这时 一边的燕姐冷笑 看来 你很缺钱啊 一番冷笑过后 她看向韩涛 韩涛 我看出来了 你喜欢她 现在你只要答应 我给你二十万 客人给多少费 我绝不顾问 成交吗 只是一晚上的功夫而已 这钱赚的是不是很容易 韩涛犹豫不决 她承认 对思思有感觉 但是更清楚燕姐 绝不会如此好心 就在韩涛不知如何决定时 思思站了出来 要是我去呢 你给多少 燕姐愣了 你去 你不是一直只想当普通服务员吗 不过我今天突然想做回好事了 这样吧 你等我联系一下南兵部 然后也让女兵部的客人 有一回不一样的体验 燕姐说这些话 没有一点羞愧 韩涛为李却一阵反酸 思思 你不能去 思思脸上写满决绝 我决定了 韩涛的心要碎了 燕姐这时声音冰冷 我可没逼她 本来我选中的人是你 是她自己强要去的 与我无关 韩涛呼地冲了过去 你 砰 一拳打到燕姐的脸上 虽然男人不该打女人 但是你已经不是女人 韩涛的一腔怒气 易于眼表 燕姐原地转了三圈 咬牙切齿 我 会让你死得很惨 包括你 放下狠话 燕姐灰溜溜地逃走了 思思这时不顾一切 奔向前面 韩涛 你走 我的事情 自己解决 砰 思思进了客人的门 重重地把门关上了 韩涛追江而至大吼着 让思思出来 不要做这种傻事 一伙壮汉围了过来 韩涛 你最好别多事 我们敬你是条汉子 不想为难你 你最好也别坏了这样的规矩 不由分说 这些人架起韩涛往外就走 韩涛在这伙人面前 没有任何挣扎和反抗的余地 等思思从那个客人房间出来时 眼神是呆滞的 他傻笑着拿着厚厚一搭钱 结束了 都结束了 经历这件事情 思思疯了 蓝桥会馆不是慈善机构 他被轰了出去 尽管看上去出于人道 会馆方面给他强塞了一笔钱在身上 可是多少钱财 也无法挽回和弥补这一切 与此同时 陈大和的办公室 直到这时候 陈大和才知道他多年就念念不忘的那个小姑娘 竟一直在他的会馆做事 他 一个大大的嘴巴抽到燕姐身上 陈大和虽然很坏 但是看得出来 他的心中到底还是对思思 怀有某种念想 人就是这样奇怪 不可一世的燕姐 因为这件事情跌落神坛 从此一文不明 据说 多年以后 有人看到过他过着沿街乞讨的生活 也有人说他没有别的本事 又不想吃苦受累 最终不堪忍受自杀 总之 这个女人这件事情之后 就再没出现过 仅仅是一个燕姐付出应有的代价 对于韩涛来说 远远不够 她找到了齐姐 姐 我要报仇 就算为了思思好了 齐姐微微抬了下眼皮 你对她动真情了 我的傻弟弟 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用情只会害了你 韩涛态度坚决 那又怎么样 我没后悔过 齐姐起身 好 姐可以帮你 但是你也得帮姐一个忙 想要搞定陈大和 先给搞定她家的那个母老虎 韩涛急忙问 齐姐这话什么意思 齐姐表情十分为难 小弟 你愿稍微一下你的色相吗 既然想报仇 总要付出一些代价 韩涛顿时明白了 姐 我 同 意 韩涛和齐姐 一边筹划报仇计划 一边打听思思的消息 偌大的城市 离开的思思 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 韩涛想要找到她 无关爱情 她现在变得很清醒 也很现实 就算有一天 她真的找到思思 两人也不会真的在一起 但是那时候 韩涛至少不会有遗憾 并会亲口对她说 她答应的事情 做到了 接下来的日子 韩涛继续留下来 当她的服务生 对外依旧和原来一样 只是一名普通服务生 只赔酒 没有其他多余的业务 韩涛需要锻炼 需要成长 另一方面 齐姐一番安排授意下 李莱身为学生 竟然去逛不该逛的地方 并且被拍到十分劲爆 哪怕打码都让人不忍的画面 她被学校开除了 不但被学校开除 作为将来唯一的继承人 爆出这样的丑闻 直接影响了老爸那边的生意 转眼之间 半年过去了 经过半年的锻炼 韩涛做到了 她学会了如何巧妙讨酒 学会了可以连吹几瓶之后 不必强行催吐 更是学会了圆滑的周旋在客人之间 灯红酒绿下 她成了会馆的一颗耀眼惺惺 那些爱如鸡四可的女兵 每人都为之疯狂 尽管这条路并非韩涛本意 可是现实把人逼得如此 韩涛走得心安理得 多年后 韩涛也要承认 她的思想 在这个时候 一点点变得更加扭曲 有钱才是硬道理 这是韩涛认定和追求的唯一真理 当然 还有扎在内心深处 深深的仇恨 这天 韩涛的机会终于来了 会馆里 来了一个重要客人 除了策划一切的奇解 无人知道这个重要客人 是陈大和的线人 陈大和之所以发迹 全靠了这只母老虎 尽管这只母老虎 已经四十出头 笨了五十的人 但是稍加打扮一下 还是有几分风韵犹存的 这半年时间的特别训练 韩涛早都麻木了 月女无数 不是一种炫耀 而是一种痛苦 陈大和的现任 叫做李清云 他早就听说 蓝桥会馆非常有名 却不知道背后的老板是谁 而想托人办一张会员 却怎么也办不下来 这更加掉足了他的胃口 不知道老板是谁 又无法成为内部会员 李清云想来都没机会 他并非那种欲求不满的人 早就过了那个年纪 而且他在某些方面似乎患有冷淡症 他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 所以陈大和在外面如何 他懒得过问 只要他别太过分 他之所以想成为会员 完全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 连陈大和生意做得这么大 都是靠着他的帮助 所以李清云的生意头脑 从来没人怀疑过 齐姐紧紧打听到 李清云有成为会员的需求 内情方面却无从得知 连齐姐都打听不到的事情 处处茅庐的喊涛 又哪里知晓 她只知道目标出现了 如何哄这位客人满意 如何不露声色 向这位客人透露出 背后最大的股东 其实是陈大和 这个计划就圆满成功 既然外面都在盛传 他是陈大和家中的母老虎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韩涛小心谨慎地走进包间 姐 您还需要什么吗 李清云抬头看了一眼 韩涛很年轻 哦 这么点年纪 你出来干这个 而且一个大小伙子干着行 家里人知道吗 韩涛进门前 想了无数可能 猜测着两人见面后的开场白 唯独没有想到 李清云会这样问他 好在韩涛现在也算经验老道 砰 韩涛起开一瓶红酒 姐 这个问题 我可以一会儿回答吗 姐 你先做会 如果姐嫌我烦了 我一会儿就走 但是这瓶酒水 要算提成的 所以 韩涛的话很巧妙 只是这样简单的解释后 他不再作声 在那里假一颗酒 他这酒也不是白喝的 而是在那里随时茶颜观色 这些本事都是思思教会他的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番茶颜观色 韩涛已经看出 这个老女人和其他客人不一样 既然这样 只能通过聊天判断对方心理了 思思虽然告诉过他 当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最好闭嘴 但是这一次韩涛活学活用 该多说多问的时候 就得开口 姐 想听故事吗 也许听完故事 你就会明白 我为什么干这一行了 李清云有些不耐烦 本想着了解一下经营状况的 结果给我安排个小白脸 你说吧 如果故事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讲完故事就请离开 韩涛不敢多打听 但是心中却划了一个问号 开启了故事模式 故事的主人公当然是说的陈大和 但是他还不至点名道姓的地步 胡乱编了个名字以后 韩涛讲了起来 他讲起陈大和 竟然上一个初中生家里面提亲 又讲起这个受伤害的初中生 如何进程都是为了报仇 又讲起最后这个女生 得知真相的无奈 韩涛讲故事的手法很精彩 李清云听得专注而入神 听到动情处 李清云咬牙切齿 还真有这么坏的男人 那后来呢 还有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韩涛笑了 哈哈 因为我是后来从事这一行 才乱入境来的 所以后面的故事就是真实的了 李清云面色微奇 欠了下身子 真实的故事 这么说 前面你讲的那些 韩涛这时欲情故纵 姐 你就别深揪了 那个坏蛋我可惹不起 更不敢说出她的名字 韩涛越是不说 李清云越要追问 我命令你说 李清云一直以来都是强势的女人 韩涛眼见火候到了 这才缓缓地说出陈大和的名字 这个人我们平常都管他叫何总 全名叫做陈大和 李清云听到这里 当时身子就倒坐了回去 你 再说一遍 他叫什么 韩涛这时候 故意火上浇油 姐 你没事吧 这人叫陈大和 姐你认识他 李清云面色英质 何止认识 怪不得没人给我办这儿的会员 感情是他们都瞒着我 陈大和啊陈大和 你还真对得起我 居然背着我入股这里 看来集团财务方面的亏空 都亏到这边来了 李清云顾不得一切 匆匆离开会馆 后面的事情顺理成章 陈大和表面风光 但是真正的生杀大权 依旧在他老婆那边 一旦离了婚 他什么也不胜 这当初都是签了合同的 这还没算完 李清云主持下 一家新的会馆 就开在不远处 摆明了跟兰桥会馆死磕 黄太和李东妮眼见玩不下去了 再不套点线 只怕身家性命都拴到这里了 他们抛售了手中全部股票 李清云照单全收 三年后 韩涛毕业的日子 这个毕业典里有些不同 韩涛的手中 捧着一个女孩的照片 你说过最大的遗憾 是没有经历过大学的生活 现在终于看到了 话未说完 一道倩影奔跑过来 你什么意思 捧着我照片刀咕这些 使着我死 韩涛喜极而泣 太好了 这些年你去哪了 思思竟然没有死 这是韩涛最好的毕业礼物 尽管两人注定无法在一起 却总算了却此生遗憾 至少 这个结局还算圆满 全文完 谢谢大家